那刚刚除了那些基本功能以外 那其实这边呢 这边还有几个比较常用的就是风格 这边可以决定你整个新制图的风格 所以当你点了之后 他会全部一起换 比如说你要这个长相的 你就点两下 他就会直接变成这种风格 那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图标 这个我们明天会讲 因为他有一些 有一些还蛮有 蛮有用的用法 比如说你觉得哪一项很重要 或者是说你觉得他有顺序的关系 你就可以点一下这个青蛙加个1 他前面就会加个图标 那这个也在那个 我们在讲那个 PTCA的时候 就是在讲那个检核工作的时候 这是一个 这个图其实是可以拿来做那个 清单检核的一个功能 那所以他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用法 包括你讨论事情 比如说这个可能是负责钱的 这个人可能是负责钱的 那你就去找一个钱的符号给他按上去 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然后这个是 我电脑现在反应很慢 这个是那个格式 就是你要调细部的 比如说 那个整个字的颜色 大小 这个线要不要转弯 都在这边做调整 那我就不讲细节的部分 好,那我刚刚有贴了一份简报 到那个讯息上面 那我也有把它下载PDF在 在那个分享的资料夹里面 对,那个启胜记得有空帮我截一下那个视讯的图 对对对 就是包括上课跟那个 跟没有分享画面那个都是人 好,那这个简报里面 有一些 这个是讲那个工具技能的部分 所以我们早上呢 有跟各位讲说 怎么样在旁边增加节点 这个叫水平扩散 这通常用来 用来做那个 那个叫什么 头脑风暴 就是你要想很多idea 就设计思考的 前面扩散发散的思考那时候 所以写作文的第一步也是这个 所以关于毕业旅行 来,各位同学想到什么 A就讲了,B就讲什么 就一堆 你就先把它都列在旁边 增加节点 一开始有想法就贴上去不要带任何批评 你就会有很多想法 为什么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想法 因为在设计思考里面 你要有一个好的idea的前提是 你要先有很多idea 所以这个就是很多idea 然后你再从中间去挑选你的idea 所以它有助于这个多元的扩散 开发创意 所以 第二个部分 当我们刚刚有试过分类对不对 所以你看工作记忆从7加减2变成4加减1 所以各位的脑袋 工作暂存区越来越小 所以你在 在学东西在寄东西就不能一次太多 所以那个教育心理学也有讲就是 我们 给音价或者给那个学习内容的时候 你就量一次不能太多 就一次给一个新的概念 等它学好之后再加一个新的概念 就慢慢去累加 所以我们在学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要给它做简单的分类 那每一个分类最好都在 4个以内 如果那个东西的分类超过4个 能分你就再分 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好去做学习 然后你也可以用 因果 或者用什么样奇怪的分类都可以 这是个人的东西 写作文的时候如果你后来 第二个阶段分类分成4段 起层转合之后 你就可以根据 你们都是起跟层比较多 哇那个转 就是 正向思考的部分 发生了什么事 那你最后怎么转念变好的 那部分你们写的太少了 再想一下 就可以去调整一下那个架构 那 也可以就是现在很流行那个 追 这个好像 有一门专门的课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直往下问 这位同学你今天为什么晚到 因为我昨天晚睡 你为什么晚睡 因为我昨天 晚上打电动到很晚 为什么打电动 因为我觉得电动很好玩 所以 所以就觉得很有成就这样 所以我就一直打电动 那为什么 那你 没有其他的成就感的来源吗 比如说没有 我在学校 我来学校上课 老师都一直骂我 作业东西也不好 成绩考的也不好 所以我平常都很 挫折 只有在打电动的时候可以有一点点快乐 所以你追问到后来那个问题 核心就会浮现 那核心浮现之后 我们找到核心你就可以使用 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 从源头开始 重新想办法 对不对 所以 也可以这样一直追问下去 这个叫垂直探究思考 所以真相可能不只只有一个 可能还可以分岔 几个原因这样 所以都值得你 你可以往下探究的意思 然后 你也可以归纳总结 所以刚刚跟你讲用大括号去做归纳 这三个 原因是什么 可以怎么处理 所以有一些人对那个新制图不理解的 他会说 新制图不能做总结 只会发散 其实不对 新制图是可以做总结的 还可以 可以归纳的 是可以的 还可以找关系 找关联 然后你可以加刚刚那个图标 我这样工作 放大一点 我这样工作已经全部做完了 这样工作只做了四分之一 那我是不是可以 自主学习 我可以去自己检视自己的进度 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达到 就可以真正自主了 所以你知道说 我还有哪 我总共的工作有这些 那我还有哪些是没有完成的 那我还剩多少时间 我要怎么安排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这样处理 那有些 有些问题是需要 解决问题是需要步骤的 那你可以把顺序排好 对不对 尤其是数学 这种东西 他是要有一定步骤的 那如果一个老师在教那种东西的时候 可以把步骤理清得很清楚 那小朋友的学习一定会很容易 那个数学简单的来讲 你会容易 学得不好的就是你步骤没搞清楚 演算法 搞不清楚 这是老师的罪过 所以说来说去学生学不好 其实真的都是老师的罪过 那他有各种分类 这是一般新制图的长相 这是鱼骨图 所以鱼骨图你可以知道说 未来我的目标是什么 那我现在起点在这边 那我中间要怎么去规划 进程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然后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或者是 历史事件图 时间轴 都可以这样用 然后你有族谱或者学校架构图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阶层管理的 另外他也可以加连结 所以你每一个节点事实上是可以带连结的 方便你连出去到 后面的一些 解释 或者是附加的网站去说明或者甚至是档案都可以 这个都可以 第2子页 所以你新制图还可以连到另外一个新制图 可以更深入的去处理 然后 然后 新制图也可以用来教运算思维 我们科技领域的最 最源头的 的那个尚未思考有两个 一个叫运算思维 一个叫设计思考 那运算思维呢 他有五个重点 对 我有带钱 他人还在吗 我直接付给他 我把画面先还给大家 好 好那你去处理 好 那我继续 好那因为这个 这个是在我们第4天 问题解决那边会讲到这一个思考的部分 那我这边就 不多琢磨 那你看我多费心思 为了 让大家容易记 容易背 我还特别 做顺口溜 还抓口诀 这个到时候会跟各位分享 所以 全国应该没有人这样教你们 大概只有我会这样做 那这个部分我就跳过 这个部分在最后一天再讲 那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他可以帮助你很好的思考 那我这边要提醒一下就是 工具虽然 很好用 但是 但是你也要知道怎么用才会很好用 但是工具不是全部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心法 像刚刚 我们讲的那些就是属于心法的部分 才能比较 容易导致成功 可是你回去啊 你要常常用 你要习惯用 你要一直用 这个新制度的用法有点像 降龙十八掌 那个郭靖当初在学武功的时候 他的七位师傅教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武功 东学一个西学一个 结果那个武功根本就没有用 对不对 因为就上不了台面 但是后来跟着那个 后来 红七宫对不对 跟他学了一招就 就学了那一套 那一套就可以 打遍天下无敌手 所以新制度就是属于这一类 所以你不用 其实可以不用再去练一些 杂七杂八的什么 什么小技巧 你就把新制度好好的练一练 那现在AI的时代 除了工具之外 他会根据 时间跟科技会产生迭代 所以就算你现在这个 可能过几年之后 可能会有另外一种 可以让你操纵心智 心灵成长的一个工具 但是呢肯定他的新法应该是不太会变 或者说现在工具有很多 有XMINE 有GIMINE 有FREEMINE 有什么MINE 一堆啦 其实你选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重点是他们的用法都差不多 使用的这些新法都差不多 所以即使今天 如果XMINE养套杀跟你说 以后用我XMINE的都要收钱 那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就换另外一套免费的就好啦 反正那个新法都一样嘛 就各位可以秉持这个概念 不是我客家人的骨血一直要省钱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只要学会那个新法 工具可以随时可以换都无所谓 那AI时代呢 他真的是一个 学习辅助的工具 这我们下午会见识到他的威力 但是你的基本一定要会 他就会变成一个加速器 一个放大器 他是一个加速器 一个放大器 所以这个部分是新手工具的部分跟各位做 简单的分享 所以我们从 早上 从早上那个开场 我分享了两个 案例对不对 一个是我考研究所 我真的 考试从来没有那么顺过 然后 还有我的女儿 他们班的同学 在学那个生物 那个血液循环的那一刻 我提供了一个案例 已经充分的跟各位展示的那个 新制图的重要性 利用新制图他怎么去 学习的一个 非常强大的校园 所以如果你家或者你的班上的孩子 或者是你学校的老师 你会发现有一些总是学习 一直没有门道 他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也不懂学习的方法 就一直学得不好 我相信你可以好好的 可以建议他可以学一下这个东西 好 那 我们 我们早上呢 在跟各位讲这些方法的时候 其实新制图的操作各位应该有发现很简单 对不对 就一个TAB按键新增一个节点 然后就可以把你 阅读理解到的东西 抽象化的 抽象化出来的那个关键的重点把它腾上去 那腾上去腾一腾之后整篇看完之后你就发现 这个结构就是整篇 整篇那个文章的内容 这结构就很清楚架构就很清楚 那所以他 可以腾的不仅是重点还是整个架构 所以当你有 当你要学门新的概念的时候 你对那个领域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 你可能去读文章 或者甚至去看影片 或者 甚至上课 研习 你都把它做进这个摘要里面 然后你学的一个东西概念整合完 在学下一个东西的时候再把它整合进去 然后再看了一段影片之后再整合进去 你就会发现这个新制图的架构越来越 丰富 世界越来越完整 那他就会慢慢的变成这一个概念的学习地图 会 你就可以看到整片森林 当你可以看到整片森林的时候 你就可以决定说我要针对哪一个面向去加强 去深入 你就会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 所以他是一个 既可以看到森林又可以让你端精于某一棵树木的这个 很棒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这是早上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历程 然后接下来后面呢 经过他的这个抽象画的 部分我们又 做了一些进阶的操作 然后 你就会发现透过那个 分类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他的架构弄得更完整 然后该找的关系找出来 再加上我们 找出了关联之后 他就可以很自然的形成一个 故事 形成一个画面 然后因为大家都有关系 那个关系就整个连起来了 所以不管是图像记忆 还是故事记忆 还是关联记忆 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那这种多 而且你还加入了那个 身体的感官嘛 你看到那只蝴蝶 那么快乐的在飞 你感受到那一只 鳄鱼的快乐 午餐就要来了 你感受到他的情绪 看到他的这个生动活泼的 这个视觉的效果 甚至 你想像你是那个泡木桶的女生 温泉 温泉的水 温度那么刚好 多么的舒服 沉浸在那个里面 然后你可以去 透过在透过冥想这些整个故事的情节 那就把你的身体的感官什么 就全部都连在一起 所以不管是多元智慧 还是多感官学习 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透过你这样的操作之后 你就会发现 今天上午这个故事 就让你完全的记忆深刻 然后该学的也学了 那不仅学到那个 那十大社会理论 你还学到这整套的一个学习的方法 那下午的部分我们就会进到AI的部分 刚刚也跟各位说明那个新制度其他的工具的使用方式跟可能的面向 那下午我们会针对 AI的部分怎么帮助各位更进阶更迅速的来使用这个部分 那明天 今天是主要是针对学习的 那明天会是个人成长 就是你的个人的新智成长 所以我们会进到 那个 高阶思考 高阶的思考 应用啊分析啊综合品鉴那个部分 然后也会跟你讲 个人成长的心法 也就是 只要上了明天的课 你就可以直接达到克刚的最核心 个人的终身成长 的那一块 其实没有很难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心法而已 真的没有很难 那你会发现老师都没有教 可是克刚的圆圈 克刚那个圆圈的最中心就是这一件事 终身自主成长这一件事 明天就可以做得到 对然后那个第3天 第3天我们是学什么 第3天是学那个 我这边还没写 第3天是学 学校什么 你学校要教学你要怎么样催眠学生 你要去外面做推广 你演讲上课 为什么你的课 大家很喜欢听 听了又能够很有收获 他有一些美感 那也有一些心法在里面 对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早上上我的课 特别受用 不管是 情绪上的 还是理智上的 还是真正 真正那个技巧上的 都有学到一些事情 这其实就是有一些方法 包括我今天 等一下我今天安排其实有 有这样的安排 今天在这边 各位可以发现 最前面的开场我讲两个故事是不是带动你的情绪 你有没有感受到新制度真的很好用很神奇 那 在这么好用这么神奇的过程中 然后我又跟你讲 其实它很简单 所以早上你们的操作 其实那个过程并不困难 你也知道那整个流程怎么做 没有很复杂的 没有很复杂的操作 所以这个就是 黄金圈的 why 为什么要学新制度 黄金圈的how 我怎么样可以很容易的去达成 然后下午有一些附加价值 就是你学的这个 又可以有什么 各式各样的好处 下午会介绍给你 所以这是第三天的课 第四天主要是聚焦在问题解决 跟你的一些 推 你在推动一些事情总是会有一些策略 的一些心法 那这里面全部都离不开新制度 然后但是都会 混合了一些其他比如说Canva 或者是一些AI的工具 那工具是我们的加强的一个助力 所以这是这四天的课程 今天是第一天的上午 那我们上午的课先到这边 那我们等一下吃饭在对面的跟独楼一楼的教室 然后吃完饭 这边应该不会锁 所以吃完饭你可以再回来这样 早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午是一点上课 电脑可以不用关 我们有付电费 那个便当应该已经到了 那各位就到那边去 用餐